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 当他们拷购完成以后 如果我把OBJ1里面的A值 从34变成18 我们看OBJ2会不会随着变化呢 大家会发现输出的OBJ2还是34 这就说明当前OBJ1和OBJ2 是两个独立的对象 指向在对内存里面 两个不同的内存地址 所以他们两个互相不干扰 所以说对于对象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JSONerPath 和JSONerSignify 去实现一个深拷贝 除了使用JSON的方法以外 我们有没有办法再实现一个深拷贝呢 很多情况下 需要我们自己实现一个深拷贝 这样的函数 去实现对象的深拷贝 那怎么实现呢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义一个方法 我们前面已经有限的函数了几把 比如说我们叫做Deep 然后它有一个对应的参数 比如说它的参数是一个target 就一个参数 小括号可以不写 它表示当前我们的目标对象 然后当它拷贝完结以后 我就函数再return 再返回一个新的对象 这个应该怎么做 其实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想实现一个深拷贝 前面例子里面已经讲过 如果它是基本数据会行 那么我是直接把 只要把这个值返回 是不是可以 因为基本数据会行 直接就是个深拷贝 但是如果对于这种复杂数据会行 比如说当前这个Deep可能 假设我们暂时只考虑对象和数组 这两种情况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对象里面不仅有属性 可能还有方法 其实刚才我们讲过的这次方法 它也不支持对于方神的深拷贝 所以在我们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暂时只考虑对于对象和数组的深拷贝 以及对于基本数据会行的深拷贝 那应该怎么写呢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应该去判断一下 当前传递进来这个target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就叫check type 这个方法的作用呢 我就是用于判断 当前传递进来这个date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 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 在我们的AIC里面 如何判断一个数据的类型 有同学可能会想到type off 对吧 比如说type off一个imwork 然后我们调用当前这个方法 我们测试一下 type offimwork 会返回一个stream 那比如说我当前是一个123 大家看它是不是返回一个number 这是基本数据的类型 那引用数据类型怎么办 大家看啊 比方说我当前有一个obj 然后呢它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type off一个对象会怎么样 大家看它进入返回一个object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比如说当前我有一个数组 然后呢 我想输出type off的一个数组 会输出什么 会输出arrue吗 大家仔细看 它其实还是会返回一个object 所以我们能够发现 通过type off去判断类型的话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type off呢 只能判断基本数据类型 并不能判断引用数据类型 那怎么办 其实在判断类型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toStream这个方法 大家看 object.prototype.toStream 然后呢 .code去调用 调用谁 我把当前的data作为参数传递进去 我们先看一下它会返回什么内容 比如说我们输出 当前它所返回的这样一个内容 当然这个data 我是不是应该作为 调用的时候参数传递进去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对象 大家看 会返回什么 是不是 object 当然两边是有中国号的 比如说我如果传的是一个数组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中国号 object array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去判断当前数据类型 但是呢 我可能需要对于当前的返回 这样一个字不串 进行一段的截取 因为我不想要这个中国号 前面的object 以及后面的这个中国号 我都不想要 我只想要中间的这一块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点 通过 slice 然后呢 8 负1 为什么是8 因为前面是不是有个中国号object 对吧 所以说 从第八个下方开始取 负1呢 指的是最后一个中国号 我也不要 所以大家看 这时候反馈的结果 是不是array 比如说 如果我传递一个对象 那么它其实就会返回一个object 所以啊 我们经常会通过 to-string的方法 去判断一个数据类型 那这样的话 我们改造一下 我们不要输出 我们直接把这类型呢 就称回去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定义好了 检查类型的 这样一个函数 那这样的话 当我们调用深拷贝 这样一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首先 是不是应该去检查一下 当前我们这个目标的类型 到底是什么 怎么检查 是不是只要调用 当前我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 把target传递进去 是不是我们就能够知道 当前的类型是什么呀 对吧 然后呢 我这边呢 比如说我再定义一个result 它表示的是我们 深拷贝完成以后 那样一个结果 因为最后我们需要 把它就称回去 大家看 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判断 当前target的type 对应的值 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 它如果是一个object 大家注意 手中的大写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 返回的类型 手中的大写 如果是一个object的话 那么 当前我result的初始值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空军项 下面的话 我们在循环奔利 每一个属性 再放到这个初始值里面 那否则呢 否则的话 如果当前我们的 这样一个targettype 如果它是一个array数组 会怎么样 那么它的初始值 是不是我们就应该 把它去初始化成一个 空数组啊 再else 如果它当前 它既不是对象 也不是数组 在我们的函数里面呢 我们只考虑 对象数组和基本数对型啊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就可能 是一个基本数对型 我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值 把它称回去 是不是就可以 那大家再看 如果我已经初始化成以后 那么 在接下来 我是不是应该去 循环变利 当前我们的数组也好 或者对象也好 然后取出里面的每一个值 把它放到它的处值里面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循环变利 比如说当前 传这个数组啊 它就是一个 基本的数组 没有什么方法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就 统一的啊 我们就通过 印吧 然后呢 去 变利我们target里面的 每个属性 大家看 首先 我是不是应该取到里面的每个值 比如说target 中国号i 我相信同学可能会有这样疑问啊 就是说 如果当前这样一个是数组 中国号下边能取到 那如果是一个对象的话 中国号属性能取到吗 大家看啊 其实我们在取对象里面的属性的时候 是有两种方式的 大家看啊 比方说 如果大家建一个O 然后呢 它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H 18 大家看 一般我们是不是通过O.H 去取里面的值 对吧 对象点属性嘛 它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比如说O 中括号 然后呢 属性的名称 但是我们注意 属性名称外面需要加一个引号 大家看结果 是不是也能够取到 所以说 当我们去对象里面的属性的时候 也可以像类似于数组一样 通过中括号 属性的名称的方式 去把这个值呢 给它取到 所以value 取到的就是当前 我们每一个属性 所对应的值 但是我们大家有问题啊 我们看 我们上面的这样一个OBG 它可能比较简单 对象里面的每个属性 都是一个基本数中性 我们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对象里面 又是一个对象呢 或者说 对象里面又欠仿了一个数组呢 是不是有可能 所以说 大家想一想 当取到这个value以后 我是不是还应该判断一下 当前value 所对应的类型 到底是什么 如果对象里面 又欠仿了对象 或者说 又欠仿了数组 那么 我是不是应该对 对象里面的这个 引用类型 再进行深考贝啊 大家看啊 所以说这时候 比如说我们再定义一个 value的这样一个type 然后呢 它也是同样的 我们就要用checktype 把我们的value这个值 传递进去 大家看 如果当前它的类型 等于object 或者是当前这样一个类型 如果呢 它还有可能是一个array数组 那怎么办 那这样的话 我是应该对value这个值 再进行深考贝 所以说这里面 我们会用到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想到一个词 叫做地归 怎么地归 地归是不是就指的是 调用我当前这个函数本身啊 所以大家看 如果当前这个value 它是一个对象 或者是一个数组的话 那么 我需要对这个值 再进行深考贝 也就是我们叫做 地归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值 付给当前我们result 这样一个属性 对应的值 OK 那否则呢 如果当前你不是对象 不是数组 那我就认为 你是基本上这个性 那么 我是不是直接把这个value的值 付值给当前我们这个数性 是不是就可以啊 然后呢 当我们循环背力完成以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最后结果呢 给它return回去 这样的话 当我们叫做函数的时候 返回这个结果 就是一个新的值 我们测试一下 比方说我们先定一个arr 我们先测试一下数组 大家看 数组呢 比如说有个1 有个2 然后呢 第三个值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h 对应18 大家可以看哦 我呢 再定一个arr2 这个叫1 这个叫2 然后呢 我通过调用咱们的方法 diff坑勒 对于arr1 进行坑勒 这时候呢 比如说 我把arr中括号 下标为2的 下标2是谁 这是不是0 1 2 2是不是对象 把它的h 比如说改成34 这时候 我输出arr1 我们看 对应的这个值 大家看 是不是还是18 说明1和2 已经是两个 独立的内存地址 并没有相互影响 我们实现了一个深口贝 再起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 我们再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再定一个obj1 然后呢 它是一个对象 上面测试数组嘛 这次测试的对象 比如说有个内部属性 然后呢 继承 然后呢 我可能还有一些爱好 爱好呢 是个数据 比如说有很多爱好 比如说爱好 敲键码 扣顶 我呢 可能还要爱好 吃饭 一顶 然后呢 大家看 我们再定一个obj2 等于深刻红 我们这样一个obj1 这时候呢 我把obj2.hob 属性 取到是不是这个数组 比如说我把数组的第0个吧 比如说我现在不喜欢小代码 不喜欢coding 我呢 喜欢sleeping 还是睡觉爽 对不对 我希望把这个coding 变成sleeping 那这时候呢 比如说我输出obj1和2 我们看看 他们两个会相互干扰吗 大家看 obj1 是不是还是喜欢敲键码 那样一个系统 对吧 但是呢 obj2 就变成了喜欢睡觉的 这样一个系统 他们两个互相之间 并不会干扰 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 我们讲的内容 叫做 深考备与前考备 我们讲了 如何把一个对象 复制给另外一个对象 我们发现 object assign 它是不是只是一个 前考备 它呢 对于基本数据类型 可以直接替换 但是引用数据类型呢 就会有问题 object assign 它是一个前考备 我们这节课呢 讲了两种深考备的方式 一种通过json 去实现深考备 另外呢 我们自己实现了一个 递规的方法 里面呢 可以对对象和数组 还有基本数据类型 都可以进行 我们的深考备 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 我们需要学会的内容 对于深考备 和深考备 几乎是大家找工作 编室的时候 编考逼问的问题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理解 到底什么是深考备 什么是千考备 可后呢 大家一定要把 我们封章这个函数呢 自己去练习几遍 那么大家加油吧 我们下节目再见 我们下节目再见